謝謝 好貴 觀眾朋友晚安 在愛情裡經常有 有時候會被鬼遮掩啊 就是你知道 愛是瞇瞇 有時候你看不清楚 但是今天我們的節目中 來了幾位女藝人 他們都很漂亮 也很有才華 但是他們被鬼遮掩的次數非常的多 就是老是沒有遇到對的男人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呢 今天我們請到了挑剔男人幫 還有我們的心理諮詢師 來跟我們聊一聊 歡迎 我們要聽聽 女藝人他們到底遇上了哪些壞男人 現在在門背後有這個 第一位的來賓 我們先來問問他 他遇到的壞男人是哪一種的 請說 每次談戀愛都重判親離 常常得不到家長和好友的祝福 感覺他在獨自是不是 應該是啊 你可以照你的意思說出來 沒有關係 就是我每次談戀愛就會 不顧一切 然後我的好友們跟家長 都不喜歡我的男友 這是大重點喔 常常有的 很多女生他交了一個男朋友 他人就不見了 消失 消失了嘛 就完全百分之百 跟這個男生在一起了 可是有很多女生 明明知道這個男生 比如說爸爸媽媽家人都反對 姐妹也反對 可是他明明就還是要跟他在一起 是不是 這種也算鬼遮掩對不對 很多女生有一種聖母情節 明明大家就說這個男的很壞很爛很花 他就覺得對沒有錯他是這樣 但是他碰到我就不一樣了 我可以感化他 我可以改變他 我要來拯救他 每一個名稱都說我可以改變這個人 他們都想當聖母 可是你知道 我要把他從地獄抓出來 結果他自己也下去了 因為聖母最後都升天了 所以你當聖母不會有好結果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位聖母是哪一位 第一個來賓請出場 楊雅筑 是你喔 很面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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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末有看到嗎 沒有沒有 很面熟 JEP應該是每個女生燈亮了 好像有點面熟 都很面熟 好 至於第二位 第二位又遇到什麼樣子的男人呢 男朋友都把我當女傭 不把我當女友 還不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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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起來還不錯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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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有聽說過就是 有一些女孩子必須要到男生家打掃 或者是要定時幫男孩子按摩等等 不是 那是他自己想做的 很多事啊 我們沒有邀 邀你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不是主動這樣說 可是比如說我幫你掃一兩次之後 第三次沒有去掃 你可能就會說 今天衣服沒有洗喔 因為一兩次了 第三次我們會習慣 習慣啦 那不是我們的錯啊 所以都是女生的錯就對了 這種女生就是有 這是你說的喔 剛剛那個是有聖母情節 這個是有保母情節 蛤 她就想要照顧男生的everything 每一樣東西 每一件事情 她都覺得在我的掌控之中 你要靠我 你才會過得下去 結果既然你要 你喜歡做就給你做啊 對不對 我都自己打掃 所以我不知道 我都自己掃東西 真的嗎 對 真的 他自己掃 他自己掃東西是為了 要湮滅政績 要掃起來 因為我們自己的家 本來就是一定是我們自己打掃 可是我們說 你只打掃到一個程度 那你進來 你幫我們弄得更好 我不會反對啊 我為什麼會說 你不要碰 你做得更好 那你做啊對不對 好嗎 然後變成我們習慣了 是你們把我們養出這不好的習慣的 不行 我等一下要聽真正這位苦主怎麼說 歡迎保母出場 一 這位是誰呢 誰 畢童童 至於第三位 我覺得今天真的都遇人不淑 怎麼會這樣呢 第三位來賓 你遇到怎麼樣子的男友 只怪當時年紀小 膽子小 男友劈腿三四個 我也不敢提分手 他聲音好娇熱喔 男友劈腿三四個 都不敢提出分手啊 我覺得這是實之無畏 氣之可惜啊 可是有 也不錯 沒有 也沒關係 我幫我們代表一下 我們這個 不是 我覺得這個是 哪有這種男生會劈腿三十幾 很壞對不對 對 很壞 這樣不對 這不對 但是 圖琳哥 我們站在 國家公園解說員解說這個 對 在自然生態上 動物一定有排他性 就是說我一定不讓我的配偶 被別的動物碰 包括小狗 你家的小狗 再溫和再乖 你今天在外面 被別的小狗碰過了 回來他馬上生氣 對 絕對不能容許這種事情 所以這是最基本的 動物都做得到的事 如果這位女生做不到 那我們實在沒有辦法 好吧 我們看溫柔婉約的 這位是誰 請出場 秀琪 秀琪 至於第四位來賓 聽聽她遇到什麼壞男孩 男生都喜歡凶我 罵我 吼我 等一下 蔡龜姐姐的故事嗎 蔡龜姐姐 這是真的聲音嗎 這是她在在的聲音 她幾歲啊 難怪被罵 難怪被修理 不是這種聲音不修理 不對 這個剛聽到聽久了是真的 耳朵也是 不知道該怎麼講 這很奇怪 真的嗎 那我們看看她本人是誰好了 歡迎蔡龜姐姐 是丫頭 那還有最後一位來賓 她的狀況也是 我覺得也是滿辛苦的 聽一聽她遇到什麼壞男人 我有些男友是怪咖 而且甚至有一位呢 有暴力傾向 而我居然有失憶症 完全都記不得 她對我的暴力行為 打到不知道 她忘記了 被打到失憶了吧 這個我們站在 你的立場好多 對 你代實國是不是 對 這個我們講痛快痛快 痛才會快 所以有時候 你聽說SM嗎 老師你不如不要解釋比較好 是啊 真的 她就痛了之後她就快 所以她覺得下次又痛她又快 不然妳問那個 心理醫師對不對 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她應該是過度驚嚇 上吊了 她不記得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她寧願不希望那件事情 有發生什麼 不想再記得 好 等一下跟她聊聊一起 歡迎這一位是誰呢 丁孝勤 怎麼會這樣 我們先看外觀好了 因為我阿嬤都說 傻女孩如果是以外表來看好了 胡瑩老師你覺得 這個五位當中 誰可能最容易遇到 秀琴 秀琴 因為秀琴其實 老師你不要覺得 我今天穿得像上班族 不是秀琴 我看你最近主持的節目 我就覺得這個女孩好漂亮 她很美 你在講秀琴嗎 對 然後她氣質很好 艾里克斯你放尊重一點 好壞喔 可是她 艾里克斯 她比較缺乏自信 她自己 她不覺得她自己很美 所以比較缺乏自信的女生 就容易對男生委屈 讓步去討好她 然後就把男人變壞了 我們哪有 我們哪也是純心要壞的對不對 就是被灌壞的 被養壞的 對 我們都是好人 這裡有好 好理所上的 艾里克斯你這樣沒有什麼說服力 好 你覺得誰呢 我會選擇丫頭 因為我覺得她第一年 她年齡應該是最年輕的吧 對 應該是 這跟年輕有什麼關係 可能 應該對啦 有關係啊 因為她沒有經驗 交的男朋友說不定是比較 少一點 所以我覺得她比較被容易騙 因為是剛開始交男朋友 所以她沒有那個經驗 那你們兩個心願應該滿豐富的 可是我們也就是 沒有 這跟年紀沒有關係 我覺得有 因為男生騙年輕的女孩子 真的比較容易騙 因為她沒有經驗 那我們就來聽一下 那是最倒楣的嘛 假如第一個男朋友就被騙的話 是 很容易會遇人不俗 是 對 先聽你的故事好了 好 就是我之前有遇過一個男朋友 就是我 因為我很喜歡 不是說看偶像劇啊 就想說做一些動作 好像會很恩愛 所以有一次 我就在吃路邊攤的時候 跟他聊天 我就捏捏他的小耳朵 結果他就很生氣這樣 甩我 我就說 你為什麼要捏我的耳朵 他說你這樣很不尊重我 可是我就嚇傻了 因為我只是覺得 你真正在路邊捏他耳朵嗎 不是很用力的 是就是那種 我不是你的狗 可是我想說兩個人而已 很甜蜜啊 就是 兩個人嗎 我覺得假如是偶爾兩個人 你碰一下 OK 可是第一 不可能在他朋友前面做這個 對 沒有沒有 第二在外面假如有路人的話 都不行 男朋友太沒風度了 管你拉他頭髮拉什麼 他應該就無所謂 沒有 因為他可能比較愛面子 因為他大我十一歲 所以他可能有一些觀念 所以他二十歲 沒有沒有沒有 對 他比較容易生氣 像有一次我也是就是 因為有時候可能我們 就是年輕人很白痴 會說你白痴喔 你白目 可是不是真的罵他 然後我就只是開玩笑說 你白目 結果他就很認真地說 他就很認真地說 為什麼 你什麼 他就說你腦子才有動 你腦子才有動 對 可是我 我不是真的罵他白目 只是就開玩笑說 你這樣好白目 結果他就很生氣 所以我 我不知道可能我講錯話 但我沒有要攻擊他的意思 有些男人是比較大男人的 對 他覺得我可以摸摸你 玩玩你 這樣鬥鬥你 但是你不能反過來這樣鬥我 用字要小心一點 所以 所以 他叫我不要做的事情 我倒沒有做 可是他叫你不要做的事情 還滿多的對不對 對 比如說不能抱他 就是如果我有化妝的話 不能抱他 那他衣服會弄髒 所以我都不會抱他 沒關係 你是第三者 他怕你 有可能 更多悲慘又爆笑的 誇張情史即將公開 大事情罵是愛 被男友咬到底是痛還是舒服 一指頭上去咬我的手 我是嚇到嗎 因為我真的 第一次碰到這個事情 他咬你的手 舒服嗎 沒有 不然這種人 你還跟他在這麼久 我會懷疑 他是咬 那是咬還是咬 還是甜 還是甜 你咬下去 還是咬下去 有些男人是比較大男人的 對 他叫我不要做的事情 我倒沒有做 可是他叫你不要做的事情 還滿多的對不對 對 比如說不能抱他 就是如果我化妝的話 不能抱他 那他衣服會弄髒 對 所以我都不會抱他 沒有 因為你是第三者 他怕你 有可能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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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抱我一樣 對 真相大白了嗎 所以我一直都是第三者 他有沒有每次先洗澡 才回家 我也不知道 但他就是對於這些 會很小心 不行噴香水 對 不行化妝 他也不准我穿毛毛的衣服 對 因為毛會丟在他的衣服 對 會沾 真的假的 妳清楚了 所以 所以每次妳要跟男生約會 妳就塗很亮片 在身上 然後抱人家 把他沾得亂七八糟 然後渾身都是這樣 他回家之前 一定要抱得很緊 可是他規矩很多 看電影也不准笑 對 不准笑 看電影不能坐到他旁邊 要坐到他後方 對 對 我知道了 妳是在跟周鐵倫教我 就是不能坐一起 然後坐一起有一次 什麼意思不行坐一起 就是 然後他覺得會被認出來 他大明星 他是藝人是不是 就是他可能不希望被發現 我們就是 因為我的笑聲很明顯 所以有一次就是剛好坐旁邊 然後我們在看喜劇 然後實在太好笑我就笑了 然後是整個喜悅的人都在笑 結果他就瞪我 就說 你可以不要笑嗎 他說你知不知道你笑 大家都知道你是誰 可是我想說 這個喜悅的人大家都在笑 所以 我笑 你們要跟他說 我沒有那麼紅 都會怕 就是 每個人都知道是丫頭 妳就說 他們頂多會誤認我是蔡龜 真的 可是我當下很受傷 因為就是跟他在一起 壓力好大 就是看喜劇還不能笑 然後可能還不能坐一樣 在一起 對啊 不是 你那個女生笑 要有所節制 我不是要笑 有的女生看喜劇笑就算了 金馬獎 藝術影展 大家都看得好沉重 他在那邊 對啊 搞得很對 因為後來我們分手後 我才知道他 因為他是我男朋友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 他是我男朋友 然後後來我才聽到 他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我女生朋友開店 他帶他的另外一個女朋友 去逛那家店 他另外的女朋友 對 然後我朋友就覺得好奇怪 他不是我男朋友嗎 然後那個朋友 現在是第三者 對 原來 不是 那個女生是第三者 你確定她是第三者 你確定嗎 真的 我確定 是你 是你先來的嗎 你怎麼分出來 她是第三者 還是你是第三者 因為我不知道啊 所以是知道的是第三者 可是那個女生也說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兩個都不知道怎麼辦 他知道我 因為後來我知道那個女生是誰 那個女生看過我們一起去見面 他是他其中一個朋友 我男友介紹他的時候 就說這是他的朋友這樣 所以我知道那個女生 OK 對 好啦 沒關係啦 給你一個良心的建議 如果還要跟這種男生來往 就準備兩樣東西 就是出門的時候 就現在不是流行戴口罩嗎 就一個人戴個口罩 就沒有人認得出來了 然後如果要到 而且還可以隔音 對 到房間裡的話 就現在有那個小型吸塵器 事後你就幫他吸 吸乾淨的 還有一個就是秀琴的故事 你遇到的這位 劈腿三四次是怎麼回事 我後來跟他分手之後 碰到他前一任女朋友 他請我喝飲料 他恭喜我說 恭喜你離開這個男生 因為他以前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那個以前的女朋友 也都是讓他這樣 那我後來回想 我好像也讓他這樣 因為我總是覺得他會回來 而且那個男生其實長得 真的不怎麼樣 但是也許就是 真的很有才華 而且 有什麼才華 他對每一個女生 為什麼一定要講 他長得不怎麼樣 有什麼才華 對 哪位要知道 有什麼才華 就是在工作上 Jeff哥很想知道 工作上 工作上的才華 工作上很有才華 然後各方面都滿強的 對啊 本來就是一個很優秀的男生 滿優秀 只是長得很差的 對 如果是閉著眼睛想 他真的很不錯 然後 因為他 北中南工作 所以他台北有我 中部有一個 南部也有一個 甚至於在南部 還跟別人一起開一家店 就後來我聽他的好朋友 跟我說 勸我跟他離開說 其實 跟他開店的那個是 他的另外一個拼頭就對了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但是我還是不敢揭穿他 我就會故意 我想要聽他自己告訴我 所以我就說 你跟你開店的是男生還是女生 他說女生 我說你怎麼會跟一個女生 開一家店 然後你現在能跟我說 他就說他跟他是老朋友 那我就沒有多想 我就說是喔 你也不會想多問 我覺得我也是騙自己 我不想知道 我只覺得 反正你也對我滿好的 你也不應該使用這樣的字眼 什麼拼頭 那就高雄辦事處主任 像我們台商 北中南都有辦事處 從台商到大陸發展事業 26個省就26個辦事處 那是為了事業 對 阿芬 他就是狡兔三窟 就是北中南各一個 很多女生會這樣子 就是問只是說那個是誰 然後他就說那是我好朋友 就不會再問下去 其實是給他台階一下 因為你覺得那個答案就夠了 看他要不要說實話 很多年的好朋友 這樣就夠了 對 因為你不想 你也怕問 你不想再知道 對 不想要知道 所以你可以說 人家問你的時候 他跟誰開店 他跟他老朋友開店 對 甚至於我去他公司 結果他跟一個女生約了 但是又是另外一個女生 他就說沒有啊 我沒有跟別人約 我說可是有一個女生來找你 後來三個人就坐在那個工作室 辦公室 我就覺得那個氣氛很怪 可是我就是很怕尷尬的人 我就說那我有事我先走了 還趕快逃離現場 讓他們好好的見面 對 我不曉得 我就是沒有辦法 接受 不敢看 因為我可能真的 像剛剛苦林大哥說 我沒有自信 那個時候年輕的我 我的確是覺得說 我一定是不好 所以我離開 我就離開現場 而且甚至於分手 都是他電話跟我分手 而且他的理由是說 我覺得你長大了 你現在很會照顧自己 我覺得你現在越來越好了 所以我放心了 你可以走了 他這樣子耶 可是反反覆覆兩三次 然後他又回來找我 那我還是會接受他 可是等到最後一次 我就是太多朋友跟我講 我就覺悟了 我就覺得說 他真的跟我分手 我就真的跟他分手了 他要回來找我 我就說 我長大了 我幫你自由 對 你應該送他一個匾額 坐育英才 不過我要勸各位女生一點 女生都很喜歡驚喜 喜歡你的男朋友給你意外 這是好的 但是請你不要給男生驚喜 請你不要在不該回家的時候回家 好不好 請你不要忽然心血來吵去看他 哪有這樣 哪有這樣 的確是一個驚喜 我喜歡驚喜苦鈴哥 我最喜歡他們 就應該出現了 真的 是不是很胖 所以你會讓他 破壞他的計畫 就是讓他變成 讓他壞男人的真面目露出來 楊雅筑為愛抽棍頭 大哥點出問題所在 他不管是我家人 或是我的朋友 或是寵物 他都會吃醋 他又很容易激怒 他說你是不是有病啊 然後我就有點嚇到 可是最誇張的是 我真的還一度以為我有病 然後我就心情很不好 因為他嘴巴很厲害 然後 而且我又... 嘴巴聽起來沒有很厲害 聽起來是你的頭腦很厲害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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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希望 喚醒這位女性的記憶 丁曉晴到底那時候發生什麼事 那個時候就是前面 一開始都很恩愛 對 然後到一開始 我覺得男孩子有第一次以後 就有第二次 就是會... 其實因為他最愛是他的車子 他覺得車子就是他的老婆 很多男孩子會這樣對不對 可是有一次我們在起一個爭執的時候 他的男性朋友實在忍不住了 跟我講說 剛才你男友帶一個女生到我家 然後他們等會準備要去飆 就是帶那個女去飆車 哇 我那時候才十九二十歲 我聽到我很生氣啊 我說我就打電話我男朋友 我說你現在在哪裡 他就不講 結果後來最後呢 我就到他家等到 差不多等了四個小時 等到他回來 然後我就很生氣 就要往上車的地方衝過去 然後他站在車旁邊 然後他誤會以為 我是要去刮他的車你知道嗎 然後他把我一個飛踢 然後就把我一個飛踢 我就飛得很遠這樣子 因為我沒有想到說 說他會有這個動作你知道 因為我以為他是把我抓住 或什麼的 結果這個都因為我也沒有反應 所以我完全被飛踢得很遠 他是真的踢你的身體 把你踢走啊 女孩子怎麼樣都 因為太瘦弱了 所以很簡單一踢 我就整個飛出去了 然後後來回到家以後呢 我就跟我媽媽說你怎麼講 怎麼都受傷 我說沒有 我就是不小心跌倒這樣子 有一次更誇張就是 我們去一個派對 然後呢 他帶了他一個女生的朋友 然後那女生的朋友 我覺得對我來說 沒有任何的威脅性 所以我也沒什麼感覺 然後這個女生就在 跳舞的當中 一直問我說 幹嘛 我們所有表示 因為他長得不漂亮對不對 我沒有這個意思 你有那個意思 沒有 那個女生戴起來完全沒有危險性 他不夠正嘛 然後呢 後來他就跟我聊天 他說 你是他的女朋友嗎 然後你們在一起多久 我就問了很多我跟他的事 然後我也是 就想說 交朋友 就一直聊聊 聊完 聊完差不多 沒多久我發現到 我的男朋友跟他都不見了 最後我就出去到車上去找 找他 他們就是 他是雙人 雙人坐那種 雙門車嘛 對 然後他們就椅子是往後那個 躺的 對在聊天這樣 然後他不起來的話我就說 那好你不起來我就自己去移那個 那個 他就是賽車椅嘛 就移 拉起來 他就往前一推撞到他 他就罵我髒話 他說我怎麼這樣 就是打他這樣 我說 不是啊 問題是你要往前移 你要下車我才能坐進去啊 這樣 然後他從頭到尾就是跟我講英文 後來我就硬坐進去以後呢 把他椅子移回來以後 然後我男朋友罵我說 你幹嘛要打人家 我就聽到這句話 我就非常 你知道火就上來了 對 我十五分會來接你 你讓我先把他送回家 你要不要先下車 我已經這麼丟臉這樣 好不容易坐上車以後 再叫我下車 我怎麼能夠 你知道那時候還二十次 我怎麼能忍下這個 這個沒面子的事情 而且當時我還是個藝人 那時候你應該就踩後面 然後把那個椅子就直接 抓進去 對 那個女生就 你聽我講 你說這個才是打你 沒有 我就這樣做 後來 沒有 沒有那時候我太年輕了 我覺得我太衝動了 我就是這樣 要我下車 這樣是好啊 我就下車了 我就把他 我就旁邊一拉一推這樣 他整個砰撞到 他撞得很嚴重 我就衝一下 就下車了 然後下車以後 我跟他們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 這女就大哭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說 你不是要坐這個位子 我給你坐啊 那你就送他回去啊 後來我男朋友的朋友 就出來了 然後出來之後 就是安撫這個事情 就說 我們送這個女的回去好了 不要吵架 不要吵架 然後這女就很無奈的 被她的朋友送回去了 送回去之後呢 我男朋友就送我回家 然後送我回家之後 就非常的生氣 就說 你知道你剛剛那樣子 那個人是我的客人耶 你這樣子很不尊重他 然後到一半 我就說我要下車 我受不了 我要下車 那時候女孩子 女孩子也不要這樣 後來我學到 真的不要去來這一招 就是我現在要下車 我現在要下車 我現在要下車 然後就緊急下車以後 把門一推開 然後我還戴著那個安全帶 安全帶 他幫我踹一下車 踹了不要七八下 安全帶是卡在這邊的耶 他還是可以幫我踹到 踹到那個車底下 這個行 你們剛剛去那個夜店 我想請問你們有喝酒精嗎 有 有喝一點點 但那個男的沒有喝酒 你的意思是說 他當時那個男朋友 想要跟那個女生 發生關係啊 對 一定的啊 我不覺得啊 但是他已經講了 這女生是沒有威脅性的感覺 不 他說這個女生沒有威脅性 對 他男朋友沒有說 蛤 可是我男朋友是 隨便一個男生會跟一個女生 躺在車上 躺在車上 我男朋友是比較外貌協會的 那種男孩子耶 可是有時候 我們也不是看得很清楚 這只是開始喔 還沒完 還沒 後來就是 後來 你們四個可以下班了 你們先走了 真的 對 這是我最慘的一次經驗 後來是 後來是就是 他養了一隻貓咪嘛 他要養一隻貓 然後那貓在他的那個 那個床上 就是小貓咪很Baby嘛 不會大小便 就尿了一泡尿 然後他就氣到 然後是他要養 然後他就把這隻貓咪 就是踹到 就是把他 他好愛踹東西喔 踹到那貓整個翻白眼 吐白沫 然後我就 救這隻貓到醫院去 就說 你真的不可以這樣的時候 我一指的時候 他會咬我的手 咬完 他咬你的手 你男朋友咬你的手 真的咬下去 對 然後咬完我的手 還沒完 我以為 因為我是嚇到 因為我真的第一次 碰到這個事情 然後我想說 怎麼會這樣 等一下 我問一下 他咬你的手 舒服嗎 我覺得 咬有很多種嗎 沒有 不然這種人你還跟他在 那麼久 我很懷疑 他是咬 還是咬 還是舔 你咬下去 還是咬下去 可是我覺得這個故事 已經從剛剛 就是他為了保護車 踢你就已經受不了了 然後後續還發生這麼多事情 你那時候都沒有想要離開他嗎 你好笨喔 對 沒錯 因為那個時候 18歲 還是他摔到不行 因為他想很多藉口 他有才華 對 有什麼才華 他踢 飛踢很厲害 他空手到黑袋 對 再四年了 而且那個時候很可怕 你們在一起四年 他打完我之後呢 我每次只要隔到那種 一個禮拜後 我就完全不記得他打過我 怎麼會 就是我覺得有點生病了 就是被打 就是有點生病了 我們選擇的對象都是 我們內在的投射 我希望我也可以跟我男朋友一樣 那麼樣的有才華 一定有一些特質是他吸引你的 但是我也不太確定這個關係是 你要的還是他要的 因為我覺得人都不能被允許 被這樣的對待 但是我覺得他 對你很多的言語暴力 不尊重你 自己上的暴力 那是你選擇要這一段關係 我聽起來 那我覺得 因為你的沒有 沒有告訴他 你的不舒服跟拒絕 我覺得你要告訴他 你傷害我 我有告訴他 然後他有一次 我告訴他 我說你不要再這樣打我了 結果他拿了一包藥給我說 你去看醫生吧 男人再差 再招 再壞 也許你都可以容忍 或者你企圖改變他 但是 只要他動手打你 一次也好 都不可以再接受 真的 否則他一定會一而再再而三 到後來你就看到被打殘廢的 甚至送命的 這一點是絕對不能商量的 不能容許的 你有後來再交過男朋友 有暴力形象的嗎 沒有 完全沒有 有的男生真的 比如說控制狂很嚴重 楊雅筑的壞男友就是 管很多 他不管是我家人 或是我的朋友 或是寵物 他都會吃醋 寵物 對 就是如果 如果我 他來我家 然後我都沒有陪他聊天 或什麼的 我一直在跟我的貓玩 他就會說 你為什麼要一直跟貓玩 我來了 你要怎麼 就我覺得 你不要太狂張 你要服務 他也該是踹貓嗎 沒有沒有 你交了同一個男朋友是不是 對彤彤拍吻戲男友暴怒 大哥教導如何解圍 那時候的男朋友 整個暴怒 然後就是 吹門 我也不敢跑 因為跑了我就怕牠追 任何動物 你看到牠 你一跑 牠就覺得你是獵物 牠就會追你 就像你看牠流浪狗一樣 你不能跑 跑牠就會一直 對 你就只能站在那裡 你跟我教你 你覺得說 好可憐 Jeff大哥傳授獨門妙招 千萬不要錯過 好可憐 牠又很容易激怒 而且牠會讓我就是 好有一次故事是這樣 是 牠來我家 然後那一陣子 我剛好在看一本書 然後就說 欸 為什麼在看 因為那本書有翻拍成電影 牠就說你為什麼要看這本書 我就說 對啊我先看 然後到時候我們可以再一起去電影院 看牠拍的電影 牠說可是我們看過啦 我說沒有啊 我說我怎麼可能會不知道我看過 牠說有你看過了 我就說真的沒有 牠說那個男的啊 你記不記得 牠坐在沙發上 他還講那個劇情 我說可是我真的沒看過啊 然後牠就 就是很想跟我爭辯 所以牠就衝到電腦前面 去搜尋那個劇照說 你看看是不是這樣 然後我就說 對不起我真的沒有看過 然後 牠在那個點 牠突然發現 牠其實 牠記錯人了 對 牠記錯人了 對 牠跟前女友看過 然後呢 對 牠說我有病 牠講到最後說 妳怎麼可能會 牠說妳是不是有病啊 然後我就有點嚇到 可是最誇張的是 我真的還一度以為我有病 然後我就心情很不好 然後我就想說 妳就開始懷疑妳是不是有看過 對 牠就覺得是不是 牠就說 我真的是不是有看過啊 對 我是不是要吃藥了 對 然後 因為牠把我講 因為牠嘴巴很厲害 然後 而且我又 嘴巴 聽起來沒有很厲害 聽起來是妳的頭腦很厲害 都有 好 因為牠是我的初戀 所以那時候就是很懵懂 然後我就是很 就是非常非常愛牠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的 你是屬於牠的對不對 你任何的時間 對 牠要找妳 你就要趕快在那裡 然後牠叫妳做什麼 妳就做什麼 牠什麼星座啊 好想知道 天蠍座 讚 有一點香 跟我一樣 很香耶 現在又支持你 不好意思喔 你們也幫男人設想一下 是 你們說男人愛吃醋 像彤彤你的狀況 你想想看這個男的 他不是說他不接受你的工作 可是你知道 你跟另外一個男人親吻的畫面 會在全台灣 甚至全華人世界出現 你知道 所以他的朋友會虧他 你知道嗎 會說你看看 會有 你那個 你那個詠賢跟那個親的那麼 還跟誰 但是問題是 他本來就知道我的工作 對啊 沒有說他是藝人啊 他本來就知道 我會有這樣子的工作 才跟我在一起的啊 他本來就知道 他認為他受得了 他還是受不了 他太愛你了 所以你要想辦法彌補這件事情 下次可以靠他說 最近有一部戲要找我演女主角 八點檔的 可是我推掉 因為要跟男主角有親熱的戲 親熱的戲 為了你 我不接這個戲 我才不要 我接 我接 不是 你反正沒有這個戲 我接 我接 我跟你說 你又沒有 需要沒有一個故事 對 你真的有這個戲 當然要接 那你沒有這個戲 你要說我 到時候說明明他反過來勸你 不要啦 那你還是接 我懂 還是要讓男人覺得 對 就是他比較便宜 你去怎麼講這件事情 怎麼有智慧的去跟他講 你也有一個責任 你要是怎麼去推 你可以安撫他一點點 對 如果 如果我們有這麼聰明 我希望跟你拍這部戲 這場戲跟你拍多好 可惜不是你 可是我問他的時候 心裡想的都是你 這個答案不錯 怎麼會演得好呢 所以如果男生覺得說 在這個關係裡面 你很重視他 你很愛他 那你問他 那我該怎麼辦 我要工作 這是我的職業 我必須要生存 那我現在 因為這個角色必須要做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意 先前的溝通其實 取得他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當然說法 說法上是說 讓男生也覺得說 你在乎我 所以今天你希望聽到我的意見 就是事先先討論 好像是我們一起做這個決定的 而不是我做了這個決定 我才告知你 這樣子互相會彼此尊重 對不對 對 這樣會好一點嗎 因為你也是會吃醋的對不對 對 很愛吃醋 很愛吃醋 哪一個男生不會吃醋 男生都會 對 你說你的女朋友是演員 他要跟另外一個男生接吻的話 小小還是會有一點點 不舒服 對 只是要怎麼溝通這件事情 兩個作法 一個就是剛剛講的 大家一起溝通 然後再做決定 對 另外一個就不要跟他講 不要不要 就是這樣說的 我不會拍 我不知道 不會就去拍了 就不要講 那個又沒人看過 我沒看過你親一個人 那哪一個節目還是哪一個秀 哪一個電影 就是如果真的看到的話 對啊 就慘了 他不會 我跟你講 他不會想去看 你就跟他的男朋友一樣 你有病啊 你有病 你有病 你去趕快看 那不是我啦 對 別人 那是替身 對 我跟導演講的是替身 對 跑的那個畫面是我 跌倒的時候是另外一個女生 對 其實我覺得你們這些女生在 抱怨被男朋友吃醋的時候 多少還有點炫耀的心 我男朋友很愛我耶 所以他吃醋吃得那麼少 你知道有個女生 這輩子就想要被男朋友吃醋 都沒有機會嗎 貝彤彤也有遇過 有暴力傾向的是不是 對 因為那時候就是 我那時候接了一個戲 然後它其實只是一個 青春校園片 那它其中有一個情節 就是說兩個人 互相追來追去打來打去 然後不小心跌倒 啪 然後嘴唇碰在一起 就是這樣而已 就是這個 然後 那時候 我那時候的男朋友就是 知道我隔天要拍這一場戲的時候 他整個暴怒 然後就是 吹門把浴室門吹壞 然後鏡子打碎 什麼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我也是 就只能待在那裡 我也不敢跑 因為跑了我就怕他追 這個道理很簡單 不好意思 對 自然生態要講一下 自然生態的 任何動物 你看到牠你一跑 牠就覺得你是獵物 牠就會追你 就像你看牠流浪狗一樣 你不能跑 跑牠就會追 所以你就只能站在那裡 沒有 然後靜靜的等牠發洩完這樣子 以後我教你 你就會說 老公 我愛死你 我不會拍那部戲的 然後你就乖乖走出去 明天就拍了 對啊 不可能啦 都被打得更慘吧 貝童童 你是不是也有道歉 你現場就一直要安撫牠 對 我只能安撫牠 我說我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 戲都已經接了 前面的都已經拍了 我明天就是得拍這場戲 我很愛你 我又不能不顧你 你這樣讓我夾在中間我很兩難 你這樣子吹蒙 我看了也很心疼 但是我不能怎麼辦啊 可是牠這個動作 牠沒有打過我 但是牠出現這個動作之後 牠在我心中就被列為那個 危險情人的名單 所以到最後要分手的時候 我身邊所有的朋友啊 我媽媽什麼 牠傷兵信住嗎 沒有 大家都 聽到我想分手的念頭之後 大家都說 好 你慢慢來 你先想好 先計畫好 一步一步來 你不要刺激牠 牠會殺死你喔 其實確實如果有這種傾向 女生要懂得保護自己 我覺得這個時候清醒一點 對自己是比較有利的對不對 我覺得今天大家分享的故事 說不定每個人都有同感 或是也曾經那樣過對不對 尤其是遇到那種 多次劈腿的男生 可能女生覺得選擇 不相信自己好過一點 可是最後可能還是要 醒過來的那一刻 對 是不是丫頭以前也有遇過 劈腿的男生 我之前有個男朋友 是在一起兩年多 究竟詹子晴會遇到怎樣 誇張的劈腿故事呢 詹子晴對愛情笨到不可思議 大哥連安慰都不想給 他中間劈腿過很多次 然後很多次是我都知道 可是我不敢問也不敢講 然後我們就分開 但那時候我還想說 可能因為我生日快到了 我想說他可能是要 假裝演一段戲 對 然後曾珍生日快樂的時候 他從一個蛋糕就跳出來 然後生日過後沒有驚喜 我覺得男生最過分就是 大哥你去給妹妹一個 鼓勵的擁抱 我覺得好可憐喔 那麼笨不要 太多了 之前有個男朋友 是在一起兩年多 然後他中間劈腿過很多次 然後很多次是我都知道 可是我不敢問也不敢講 比如說像有一次去餐廳吃飯 他跟我說他沒去過 但聽說很好吃帶我去 結果點餐的時候 那個服務員就說 那那個要跟上次一樣嗎 然後我就乾脆 這個服務員要 對 要揍一段 服務員 男生的反應是要揍服務員 真的要的 說什麼時候啊 我可以這個服務員 我可以說謊都不少 怎麼可以這樣子 那個服務員 那個服務員已經想把你的 我在想到服務員 可能想展現他很 還記得那個男生這樣 對 很貼心服務 對 然後我當下覺得很尷尬 然後他也很尷尬 我就說 沒關係跟上次一樣好 然後我就跟他有 對話 你也順了 你還幫他講話 還蠻酷的 沒有 我就快跟 我就跟那時候男朋友解釋說 我之前來過這家餐廳 可其實我根本就沒去吃過 就是想幫他化解 你真的會欺騙自己的耶 對 因為我不想讓他尷尬 然後也不想讓他知道 我知道他劈腿 因為這樣他就不會真誠的對我 就是他可以繼續騙我 只要我沒有真的看到直接證據 然後最後一次是真的崩潰 是因為我那時候常常出國工作 然後不在他身邊 我就很不安很不安 然後反正我睡前都會可能就是視訊給他 但他那天有一天晚上他一直不接 然後我就從10點多等到3點多 然後他回我電話 他跟我說 他在跟誰誰誰開會 然後我就心安了 就說好 那我要睡了 就睡前看了一下Facebook 就好死不死讓我看到 他說的那個人 人也不在台灣 所以他根本沒有 他不肯跟那人開會 因為那人也不在台灣啊 視訊會議啊 你故意去查的吧 不是 是就是看Facebook的時候 總是會看到大家的近況 然後就真的 老天爺就讓我看到他就跟那個 那個人在夏威夷 是不是 就是完全不可能是那個 就是他們開會 然後我就覺得很崩潰 然後最後就是因為確定他批對 然後他就是也是騙我說 我們個性不合分開這樣 但其實那時候我知道他已經有女朋友了 然後我們就分開 但那時候我還想說可能 因為我生日快到了 我想說他可能是要給我一個生日驚喜 所以就是先分開 然後 然後假裝演一段戲 對對對 然後珍珍生日快樂的時候 他從一個蛋糕就跳出來 對 12點那樣子 對 然後結果生日過著 生日的那天我等不到他 然後生日隔天等不到他 後來我想說 所以你生日 你分手了 你還一直等他 對 因為他跟我說他沒有女朋友 可是那時候有朋友跟我說 他已經有女朋友了 然後我就想說 可能是大家給我的一個驚喜 所以我就一直 大家 大家 所以我就一直等著 所以你也沒有約大家去你的生日派對 還是有啊 就是有姐妹 所以妳有穿得很性感很漂亮嗎 就是會心裡一直有個期待 覺得他可能想要給我驚喜 對 然後生日過後沒有驚喜 我想說有可能是三週年的驚喜 然後我就一直等 派大哥你去給妹妹一個 那個鼓勵的擁抱 我覺得好可憐 不要 那麼笨不要 這一點 怎麼亂抱啊不行耶 可是因為對方會一直跟你希望 因為對方男生會一直 開始跟你聯絡啊 關心你 你就會覺得自己還有希望 然後他會說你不好啊 你可能就是不要這麼聽話 他會覺得很煩 那我就覺得好 所以我應該要叛逆一點什麼 所以我就會想要變得更好 讓他更喜歡我 但最後就是他還是沒有回來 我覺得男生最過分就是 我覺得最過分就是說分手以後 還想說還要 一副還是很關心你 還是有愛你 還是擔心你什麼 我覺得那是最過分 因為我覺得分開 就是分開了 對 就各走各的路人 寧願你當壞人也不要當好人 其實好人才是最傷人的 放過他了 我是放不過 百分之78以上的男女關係 是被Facebook Twins這些東西破壞了 所以 要維護你們的感情 就請你堅持使用傳統手機 好痛喔 哪有這個 你到現在還沒換 很過分 超酷的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就是說 感情是很難維護 所以剛剛小琴講得好 就是說 你就不愛我的 你還在表示關心我 這種 日本的小說裡面有講話 就叫 你明明對我沒意思 你還對我那麼好 這種男人最可惡了 所以 像 敢愛敢恨的 不愛你就不愛你的 不願意跟你在一起就直說的 那種男人反而是珍貴的 可是 你沒有給他這樣的環境 因為你 人 我們要這樣講 有沒有天生的壞小孩 沒有 小孩怎麼變壞的 社會讓他變壞的 父母管教不好變壞的 同樣的沒有天生的壞男人 男人幹嘛要做壞 誰不願意做好的呢 可是你把我慣壞了 你把我養壞了 我一則再再而三的犯錯 你都接受我 一天到晚打你 你還甘之如頤 那我幹嘛 那你把我的壞的本性 誘發出來了 所以我們努力的不壞 但是請各位先設法做一個 好好的 尋尋善幼的好女人 讓你的男人變好 不要失去愛一個人的能力 即便你們受到傷害 那相信我們要更有睿智 更有聰明的眼光 去選擇一個適合我們的人 那這個人通常就是你要 你要去接受你的思覺 你知道這個感覺是對的 它就是對的 如果你有任何覺得是不安的 你覺得是不安全感 然後你害怕的 請相信你的思覺 那個就是不適合你的人 所以有時候勇敢表達你的感覺 那個分手後的對你好 其實只是它的一個 消滅它罪惡感的一個來源 所以它是不是對你好 它是對她好的 所以我們看清楚 其實男生的天性 其實大家都在追求自己的真愛 所以你們 我相信你們也是有能力的 對 我也覺得鼓勵女人 相信自己的第六感 我們沒有病好不好 你覺得有問題 可能就真的有問題 是 真的有問題 好 最後要請艾利克斯 我覺得她有一個美滿幸福的愛情 給大家一點建議吧 我覺得今天聽到 其實我們很常常在開玩笑 當然我希望說 五位都可以找到 他們的一個這個真愛 那你剛剛說男朋友有才華 你們都有才華 對不對 你們是最棒的女 你們沒有一個是 每個都是很漂亮 對不對 都有才華 都很聰明 所以你要自己有一個價值 你自己要覺得 我是一個很值錢的一個 很強壯的 一個很聰明的 很漂亮的一個女生 你有這樣子的感覺 才會有一個男生把你捧的 覺得你是漂亮 你是聰明的 可是假如你自己不覺得你漂亮 要先愛自己 哪個男生會覺得你漂亮 你不覺得你聰明 哪個男生會覺得你聰明 對不對 是啊 所以我們碰到 我碰到的最漂亮的 最強的 最聰明的女生 她是非常有自信 她就是說 我漂亮 你會承認我漂亮 你一定要這樣子當得過 所以我覺得那個自信 那個自信是最最最重要的 所以董同音那個 右邊大腿的淤青 不是男生打的 是跳舞跳的 那我就放棄了 舞伴打的 其實我覺得 在戀愛的過程中 我們都會受傷 然後有很開心 可是也有很難過的時候 但我相信呢 你找到未來的另一半 真正的愛情 真的戀愛沒有那麼辛苦 它可以很舒服很自然的 其實我覺得 我聽到很多女生 在控訴你當初的男友 對你多壞的時候 好像都否定了這一切 其實你想想看 她跟你在一起 曾經帶給你的那些甜蜜 那些美好 那是真實的 那是存在你生命裡面的 所以縱然後來失去她了 可是那個美好 就是構成你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不要害怕失敗 不要害怕受傷害 你還是可以得到很多的甜蜜 很多美好 不要以結果來論斷愛情的價值 說得太好了 今天謝謝男人幫誠實的分享 謝謝心理醫師 也謝謝五位可愛的女人 我們要一起做勇敢的女人 不要做笨女人 謝謝 謝謝